我們請到平哥來 當然要問一下平哥的代表作 平哥的代表作是童德 是, 你可以這麼說 是嗎? 想當年沒什麼馬可以連贏十場 我所知, 童德是第一隻連續贏十場 我記得應該是, 沒錯 他有什麼令你印象最深刻? 他初來貌不驚人, 很有脾氣 只好慢慢練習 因為我第一年做練馬師 只有一隻自購馬, 全部是平價馬 就讓你心思, 覺得他挺好 你特別疼他嗎? 沒有…不覺得他值得我疼他們 因為他的脾氣不好 就逼著…拿著頸來練習他 很難練習 我每一次跑之前的一個月 是安排他的神操 因為他怎樣? 他的神操太用力, 太浪費力 我不可以讓他按三天一次, 兩天一次 我要每一次由開始跑那天 譬如說我十月一日跑 我十月一日以前, 四天前… 一直量度, 量度到十月一日 剛剛好, 這樣來操他 就是練馬也要很知道的馬性 我問三人, 小數的油騎士 變成現在你是馬主 你怎麼選馬呢? 我想知道, 馬是你去選的嗎? 你去買回來嗎? 我也要問蘋果, 經驗很重要 你怎麼去上馬呢? 最重要是蘋果是否要看外形呢? 第一 要胸大, 是不是? 好像要… 胸大 眼大 對, 就是那個… 第一, 兩歲的, 沒跑過 在兩歲之中的馬的長相 就是我們中國人看眼睛 看他的相, 當然固然要漂亮 馬就最重要是四隻腳 就像駕車一樣, 四條胎 四隻腳要長得死正 不要曲曲歪歪 當然也有很多名馬 有些曲歪才能跑得這樣 這些全部都是總事 沒理由買短腳, 沒理由買… 即是不買矮的 沒錯, 你不要買鬼鬼祟祟 你看到的, 由眼睛看到的 不要有眼白 雙馬和雙人都不相差得很遠 有一個名人說 你跟他絕交, 朋友絕交很容易 你跟他買馬吧 是嗎? 對, 是很難買的 對, 不是這麼容易 小平哥, 我要問問你 在你榮休的日子 就是2002年那一季 最後一場賽事 是 最後一場馬, 贏了 是 跟我們說說 Shirley, 我告訴你 那場馬是我人生中 最值得紀念之一天 因為最後賽馬2002年 最後一天, 最後一場 跑完之後我就退休了 偉達騎, 北京練馬 馬偉昌騎, 副元 兩個鬥到最後一步 等待拍照 大家都說, 馬偉昌說他贏 偉達說我們就馬贏 結果看他拍照 等了多久呢, 那張照片 等了三分鐘左右 在那時候來說算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終於贏了 那一場是我人生中 很值得紀念的一天 叫做完美的結尾 所以說… 可能也很少發生 就是能夠在榮休之前 可以有一張最後的頭馬照 這張照片挺珍貴的 難得在, 不是你想做就做到 這件事真的很難 還要這麼近拍照 是… 所以很積極的紀念 老天爺, 眷戀我, 可以說吧 可以說是一個完美的句號 是, 可以說得對 現在我家裡還有很多紀念冊 還是只擺偉達的照片 是, 再見